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对面的女孩杀过来的女主角黄璐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那黄璐我们想就是台湾的观众可能对你比较不熟悉 那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你从小到大就是在什么地方出身 然后你的求学经验那以及跟这个演艺工作的一些相关的关系 其实我从小也没有想过当演员 然后我小时候都是在成都长大的四川 四川 然后我家里都是做核物理研究所这样的工作 我姥姥是就是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就是他们是他们研究的 所以我家人都希望我能够从事理工科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像数学啊计算机啊物理方面的 所以我到高中之后忽然发现我自己一点也不喜欢数学 觉得很痛苦然后我就想要变换成文科 然后来考艺术来的学校那我爸就很生气啊觉得好像已经学了两年了理科 然后高三在换文科觉得很不可思议 后来就还是但禁不住我的那个执扭啊然后就一直一直抬着换到文科 那上了第一个大学是四川师范大学 师范大学 然后上到第一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去当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在 哪一部片子呢? 哪一部片子呢? 百年好和 哦 是在峨眉山拍的 是不是那个一个武打的那个? 对对对 看你有一个剧照 就有很多小师妹啊在郑秋文跟郑秋文后面 后面 后面的一部 比划就对了 还有五件 可能只有几个镜头吧? 然后就一两句太子 哦有台子 哦我这样子 所以那个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导演就有觉得你还不错这样子 当时其实导演可能也没有注意到我啦 哦太多人了 其实当时副导演香港的副导演还有剧组的人 就是对我还挺好的 包括郑秋文啊都鼓励我说你应该去考电影学院啊或者怎样 相关的这样子 对然后我后来就退学了然后再准备了 退学 那你爸爸妈妈不是受不了了 对啊我爸爸妈妈 你又考文科啊又跑去那个 对啊我爸就骂了我半年 然后每天在家 就说你还不复习功课 你看你这样子就当社会游民 你听懂社会游民 社会青年就是 就没有无所事事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那半年压力也很大 后来就有去上一些就是关于考电影学院方面 比如说 那大陆那边考电影学院的话 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科目或什么的 就是声乐台词形体表演 声乐就是唱歌嘛 台词就是你自己说一段独白 就表演就对了 对 然后表演是他献出题目让你来表演 因为我知道大陆那边考试非常的困难 对不对很竞争 每年有大概一万个人报名 然后最后本科直选 你说北京 北京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 最好的嘛 然后其实我 我像考之前我爸觉得你根本就考不上 哈哈哈哈 还干嘛刺激你这样 从小到大都一直上 相关的 相关的 就跟老师聊天 教授 然后最后过了之后 你还要去参加高考的文化考试 然后都过了之后才能够进 哇非常的竞争耶 而且这个考完专业之后就是 他会把前两百名的人的名字都贴在学校墙上 公告出来 对 然后你进入前两百名之后 不代表你能上本科 而且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第几名 嗯 如果是三十年以后的话 就只能上专科 就是两年的那种 哦为什么 因为他本科就只招三十个人 那为什么要公布两百个名字 两百个的话 就是有的人他专业过了 但他高考不一定能过 哦就是成绩不平均就对了 对 就是他是这两百个人中你高考的文化科 过了之后再按照专业排名前三十名 哦 所以你第几名 后来我知道我是第九名 哇这么厉害 那你爸爸妈妈有没有那个跌破眼镜这样 对啊我没想到厉害 他有支持你啦 嗯我当时想说能考上大专也行啊 哦 所以他那个电影诀业里面还有分就对了 对 有分本科系跟大专 对因为本科只有三十个 然后大专大概有四个班啊这样 所以你觉得就是在大陆那时候念那个电影学院啊 对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影响这样子 当然有影响 就是等于是我从大学 第二个大学才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 来学习 就觉得比较快乐一点 系统的来学习这个行业 也没有一开始还是很不习惯 因为首先是气候 北京跟四川就差很多嘛 差在哪里 哦特别冷 然后吃的也不太习惯 嗯 四川虽然冷但是不会说 你下十几度然后下雪 然后我们第一年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 嗯 然后要出成功 如果 如果你迟到的话第二天全班同学就要提前半个小时 哇这么跟军队一样啊 对 嗯 就很怕迟到 如果你迟到会影响别的同学别的同学就会对你很不买 那跟你同期的同学现在也没有比较出名线上的 啊有李东学 李东学 就是那个甄嬛传的那个男主角 演那个果军王的那个 哦真的啊 他也来台湾圈 有有有有有 嗯 那再来就是你了 嗯 呵呵呵 就同学里面比较 我可能拍电影比较早 嗯 然后其他同学是拍电视剧比较多 比较多 所以就是其实电影学院出来有一定的保证啦 就是很多 嗯 不管是学长姐或者是一些导演都很爱用你们 嗯还是很难就是 嗯 可能一个班里面也可能就只有几个人 嗯 嗯 然后其他的人也有改行了 嗯 那我知道你跟那个国际的一些导演啊 尤其独立制片的导演非常的有缘分啊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演过哪些 嗯 片子 可能我们之后 呃观众也许有机会 就是能够看到的话 他们比较知道 这样子 嗯 其实我第一部片子 我跟国际上的合作是从就是芒山以后 嗯 芒山因为在坎城入围了嘛 嗯 所以去坎城就认识了很多国外的导演 嗯 那第一次跟国际上合作 其实是还挺奇怪的一个国家 是斯里兰卡 嗯 嗯 嗯 然后他的制片人是法国人 嗯 我是在嘎那的party上认识了一个导演 嗯 然后他其实也没有看过我的电影啊 嗯 嗯 外型还不错 对 然后就说 留了联络方式说他明年想在斯里兰卡拍一个电影 嗯 那那部片子叫什么 叫Between Two Words Between Two Words 世界之间 嗯 然后这部片子后来又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哦 在09年 嗯 所以是07年去的坎城 然后08年拍的这部电影 嗯 然后09年又去了威尼斯 嗯 嗯 09年同时 哦 08年还拍了一部电影在英国拍的 嗯 导演是郭小鲁 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一直住在英国 他的小说还蛮有 诶 这里有一本他的写子 嗯 嗯 嗯 我心中的石头症 那后来拍成的片子叫什么名字 嗯 拍成的名字叫中国姑娘 中国姑娘 他的另外一部小说 嗯 在英文叫简明中英情人字典 嗯 嗯 嗯 那本书在英国还挺有名的 那再来又拍了哪一部片呢 嗯 再来就是 呃 这部片09年去了 鲁卡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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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拍了两个中国女生在英国 就是 是云的样子吗 不是 不是 另外一部 是关于两个中国女生在杜拜打拼 然后开蘑菇农场 嗯 所以在杜拜也生活了两个月 那那一部片叫什么名字 那一部片叫 叫A Folliable Girl 墜落 是用超12毫米膠片拍的 那應該算是我最後一次拍膠片了 我覺得最近兩年拍膠片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那個是拍完之後就再來拍的膠片 他那部片子跟雲的模樣 雲的模樣是在台灣拍的 但是是荷蘭導演叫David Burbank 他曾經有一部片子入圍看著 所以其實那個幾個大的影展你都去過了 柏林還沒有去過 那就差柏林沒有去過 所以就是有蠻多機會跟外國的導演接觸 那你覺得跟這些外國導演接觸 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或者是你的演戲的一些心路歷程 有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之前大家的片子都是比較偏文藝的 所以演起來也還到駕情入手 只是我一直很想嘗試一下喜劇片 喜劇片 所以後來就拍了那一部 嗯 今年上映的那一部 對 對 美女還殺過 嗯 然後昨天有拍一些中國導演的片 中國導演的片子 中國導演的片子 嗯 斯里蘭卡導演 英國導演 荷蘭導演 還有 那那個 後面 後面那個比較新的那一部叫什麼 那一部 嗯 那個 愛的 相愛的七種設計 相愛的七種設計 那也是台灣導演 陳鋒宜導演 嗯 那你自己就是說 這些年來拍戲啊 你的 比較感觸比較深的東西是什麼 我剛開始拍的時候 都覺得 唉 好 可以體會不同的人生 然後到不同的國家去旅遊 像 參加電影節的話 又會 又會到很多不同的國家 嗯 像中國姑娘跑了很多國家 嗯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唉 你是旅行家 還是拍電影 他們說你的主業是旅行 主業是順便拍電影 是不是 覺得好幸福啊 嗯 好 那我們來談談這一部啊 對美女還殺過來啊 就是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 拍攝的 這一部是去年 三月份開始準備的 嗯 然後四月份拍攝 嗯 那我們知道你本身也有擔任製片啊 所以擔任製片的角色 跟 就是又身兼女主角的話 有沒有一些 我覺得好像 當演員比較輕鬆 就是 當完幕後之後 就覺得 哇 還是當演員比較簡單 嗯 那製片主要的工作 在哪些地方呢 其實有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資金也不太夠嘛 當時 然後有找一些資金啊 然後有請一些的 比如說像我們美術指導啊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畫家 然後他也是我成都的朋友 周春雅 有請他來擔任這個美術指導啊 嗯 然後還有請一些朋友過來幫忙啊 這些 那聽說攝影師是 是 是外國人對不對 對 他也是 導演謝駿毅的同學 其實我認識謝駿毅也是因為 拍這個 Jordan 他是紐約人 拍他的一個片子 然後在上海 嗯 當時 嗯 嗯 後來這部戲大家 其實很多都是NYU的 他的 同屆同學 學生 然後大家一起完成這樣一個作品 嗯 其實更像時期拍的時候 大家都 沒有覺得特別像是一個很嚴肅的工作啊 所以 就是前後拍了多少時間呢 就二十多天 哦 所以事顯的那個籌備 應該做得非常的精細 對 做了一個月 對就是你那些腳本什麼 編寫 然後大家有一起來討論資料啊 我有從大陸帶一些資料過來 給導演參考 嗯 那張樹豪的部分呢 你跟他合作 因為他有跟我提到一些 就是你們兩個 就是 其實很多互動都是在 呃電影裡面 呃 某部分都是你們 即興的一些創作 像恰伯伯這個 嗯 之後導演會 就是讓我們自由發揮一段 我們有一天 專門拍了一天 就是自由發揮的 哦 比如說設立一個主題 就跟你們討論什麼 然後就隨便你們討論 他就在旁邊拍 他覺得哪一段可以用的就不用 嗯 嗯 最後其實只用了一段 是即興的 就是我在問他 你有什麼夢想啊 嗯 你有夢就要去追啊 這些都是我們即興的那一段 嗯 那那個 就是台灣觀眾這邊啊 你有沒有想要跟他們講什麼 這樣子 嗯 希望台灣的觀眾能夠 喜歡這部電影 然後記住秦朗這個角色 以後大家都叫我秦朗恰伯伯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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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